好那么花莲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14号就公布了秀林乡有三位的确诊案 那么15号又有两例总共是五个人来确诊 那么因为都是属于群聚所造成的感染 那么秀林乡长王玫瑰他也呼吁村民们不要群聚 要戴口罩要请洗手并且要少出门 由于新城乡和秀林乡是同一个生活圈 加上新城乡有十个确诊案例 秀林乡长王玫瑰并且向现场反映 一定要在秀林乡从了村进行筛检 由于都是社区群聚感染的在筛检之后 14号有三例15号则是有两例 总计有五例确诊案例在秀林乡 王玫瑰表示开设三期间接之后 在四处进行封吸 不断的透过村内广播期刊清洁测来宣导 还在乡内38处开设检测站 公所用的方法全部用上了 由于少部分的村民不配合的情况之下 发生的确诊案例 到昨天为止 我们秀林乡发生了五例的确诊 确诊的一个案例的事情发生 那真的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县长 在第一时间听取我们部落的意见 以及透过我向县长传达 我们一定要立即开设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快筛站 在这里也是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县长 有听到我们部落的声音 那确实我们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就是代表着我们部落的族人 有部分的人在防疫期间真的不够致力 这是我们要自己检讨 当然对公所来讲是非常的难过 因为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会发生 我想在这里后续的工作 我们还会不断继续再来做加强宣导防疫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还有就是在消毒的部分 其实我们从二级开始 我们就一直陆续一直不停的消毒 到现在是没有停止的 那后续消毒的工作还是要继续来努力 在这里我要呼吁我们的乡亲 公所的部分我们会尽全力来协助 而且会告知大家应该有的一些规定 但是呢也拜托我们的乡亲 一定要听话 这个在疫情期间真的不要群聚 这几个案例很显现清楚 我们了解的 它就是因为情境造成 这几个案例很显现清楚 自然无法无法制造成 我们正常无法制造成 一切 Thrall 一切 这个 二轿 他越好 二轿 二轿 很瓦 我们可以表示目前有30位村民被匡列进入了防疫旅馆 现在开始针对全乡进行大清销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 讯息箱上我们也再次呼吁村民们请不要群聚 不访客戴口罩请洗手少出门 大家来努力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记得终于学校们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